Hello 大家好 我是Abb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我們的大哥 Peter 大家知道Peter哥最近拔了一粒牙齒 又花了很多錢 又多了一點 有份師說你貪小便宜找了一間 不知道什麼店才弄成這樣 贏了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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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支持附近的產業 最後就被人慘了 所以現在就是皮笑肉不笑和人聊天 拍片連續笑了幾次 幾次笑容我都流血了 所以就不要再拍節目 大家不要笑 否則笑容我埋不住 不斷流血 真是陰公豬 今期的話我和Sunny哥的話 就盡量講多一點 留給Peter哥休息 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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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誠意的 我們今集節目 今集的話就講這個 買市區最難縱伏的一個區域 西區 西區的地理位置的話 有什麼特點呢 Sunny哥你講一講 為什麼推薦西區 因為之前 比特哥問我們 我們買樓 我們買哪裏 就說買西區會好些 因為西區 從地理位置上來講 中山市區分為五個區域 西區 南區 東區 還有石區 還有開發區 還有開發區 可以講 東區的樓價會比較貴 如果現在買 就擔心 買了 不知道以後買不買得出 或者以後中山的樓價 在那個位置 會不會有這個擔憂 東區很多的發展 已經定了最高位 南區的配套會比較差 南區的配套會比較差 南區那裏沒有什麼產業 然後空地會比較多 開發區 開發區就依照馬安島的政策 其實開發區也不錯 但我們最終選了西區 石旗就是柳城區 柳城區 多些道路會窄 發展會比較慢 西區 我之前有了解過西區 其實西區的教育配套會做得很好 尤其是西區 又僅要求沙溪 沙溪美食城 北面過去 又是東升小南的有錢鎮區 所以西區總括來說 我覺得西區不錯 講回推薦西區的理由 西區其實可以說交通配套 或者交通、醫療、教育配套會比較不錯 我們分開來說 OK 講回西區的交通 如果說交通方面 教育員Peter哥 西區最值得提點的交通在哪裡 有間交通大廈 交通大廈 西區 交通大廈 是 第二就是 6月28號通車之後 馬安島 現在去你們香港市區 過來港島區的人 如果坐甚麼巴士 香港到新鎮 再到東莞 再經過虎門大橋 再到南沙 再到中山 就這樣 所以來講 就是 那個時間 就是肯定兩個小時有多 還有就碰下 什麼節假日 五一 什麼黃金州 或過行節 這樣 基本上 就在巴士那裡 就可以睡覺睡幾個小時的了 還有就難聽說 實車基本上 你們在一條高速公路 大小異便 都快地解決 還有就 節假日回來 就比較痛苦的 但是 新鎮通道 通了之後 就在 即是你們過關 無論是坐巴士好 自己開車好 經過馬安島過來 到西區 就一個小時十五分之內 就到了 所以來講 交通就非常便利 還有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就是買西區 會有塞車的 西區就不會塞車的 嗯 南區就是塞車的 南區石旗 石旗 石旗 石旗很厲害 還有就現在 夏天 即是這裏講這裏 我的觀點 不代表全部對 就是石旗區 還有那個南區 就會存在 夏天水陣的可能性 的 被他抓我 沒所謂 就是地勢 真的 實在是老城區 有些坑渠 就是 夏水道 有化 老化 還有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改路 所以來講 就 就有些缺點 所以就說 交通來講 就肯定 西區好些 給我回來 OK OK 我補充一下 因為西區剛才 Pieter說到的交通大廈 我見到就是 永東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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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永東巴士 在西區是有一個 站點的 未來加上 深中空道 可能坐永東巴士過來 大概就一個小時 多少少就可以鬥 西區還有一個 國際酒店 國際酒店 都有港巴 那個港巴叫什麼 粵港巴士 三間巴士公司 OK Pieter忍不住做補充 接著那個西區 還有那個中山北閘 中山北閘 很近的 大概10分鐘左右 可以去那裡 未來還會有一個 叫深武高鐵 就是可以直接連通去深圳的 那個鐵路 然後還有一些 好像一些重點的道路 就 一一詳細 就好像 富華都 可以直接連通去深圳的 那些105 那些 可能會標圖 看看到時候 有沒有圖標上來 標上去 好 那西區 從交通 即是交通 Pieter說過 永遠不會 搜水浸的一個 城區 接著 那個什麼 還有什麼配套 醫院 現在就說配套 剛剛才說的是交通 交通 對 那說回西區有什麼配套 配套的話 就多了 很齊全 特別是那個醫院 我就最喜歡去的 可以 為何會喜歡去醫院 噢 不是 他這個 是叫做中醫院 中醫院的話 因為大家知道 我小時候讀中醫 我平時日常 就比較注重養生的 所以的話 我們去中醫院 就是養生這方面的 裡面有美容 和療養 這些全部都有 就是打骨 按摩 上推拿 還有針灸 拔罐 這些全部都有 因為如果我在外面的話 我又怕那些 不夠正規 是不是 阿屎 然後進去醫院 是啊 中醫院這裡的話 就比較正規 一些醫師的話 他們學過 什麼穴位 在哪個位置 怎麼按 什麼力度的話 他們很專業 阿屎 阿屎 特骨 一定會不正規 穴位 不是只有 在進醫院的醫生 才知道穴位 其他技師也知道 穴位 在哪兒 絕對沒得到 西區最多是特骨 喔 我的嘴巴不能笑 皮笑又不笑 講這些話題 我感覺到他們在狂笑 中山 特骨最多 就是絕對西區 明白嗎? 先說回這個話題 這些是開心背套 男女老少 限義 明白嗎? 那些靜 邪的自己跳損 明白嗎? 還有就是有些蠻人按摩 蠻人按摩都很厲害 是的 那些都很厲害 很靜位 就是 大家知道手勁 就是沒有錢 你去凸骨凸得多 你手要穩一點 賺錢好穩一點 還有沒有精神 凸骨也是好處 鬆軟 手頭也鬆軟 除了凸骨之外 西區的餐飲比較多 美食食 可以在那裡喝茶 都比較多 近來我和新衣哥 帶大家去吃的比較多 就是那個 其實那套是屬於石旗 但是它就靠得太近 西區了 那套那個位置 叫日升食城 這個 裡面是超多那些 飲茶的 那些酒樓 很多 定位大家可以守守 日升美食城 那邊其實可以說 匯聚了一個城區 很多的茶樓 在那裡 就是很多的飲茶 那旁邊 就在日升飲食城 就在旁邊 就開了一間叫 洪灣 可能這裡說 我怕Pito哥 等一下會罵我 我們帶業主去吃飯 四個人吃了130元 130元 是以飲茶的方式來吃 但是我們點了七八個菜 其實都 那間其實不是說 因為它太便宜了 它可以說是西區本地人的茶樓 因為很抵食 我們都推薦給大家 我這裡說 我怕Pito哥鬧 這個話題就跳過 就說回西區 可以說西區最 剛剛說到醫療去透 最出名就是中醫院 西區還有一間醫院 叫西區醫院 名氣被中醫院覆蓋了 說到中醫院就知道 中醫院是最好的醫院 沒錯 那後面呢 除了醫院 西區還有什麼特色的配套呢 目前呢 我們的朋友買西區的話 最主要是考慮他的教育配套 教育資源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的話 他有一些朋友買西區的話 學校是特別出名的 特別出名的 那我補充一下 講到學校呢 因為我都熟悉西區的 在19年西區的教育 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為什麼可以說19年呢 19年有一個中山一中 中山一中是 可以說是中山市一中 在中山最好的一個學校 那中山一中呢 在19年就是一個集團化 一個學校的一個規模去辦學 其中呢 就選了西區的兩所學校 一個呢 就是在那個叫瓦區樂劍橋郡的 那個鐵城中學 現在呢 正式跟名叫中山一中鐵城中學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西區中心小學 不是西區中心學 中心學 中心學 中學來的 西區中學 可以說這兩間學校呢 就奠定了整個中山的一個教育 往西區偏移 Peter哥說得有沒有錯 沒有錯 那我再講講西區呢 那關於大家買樓呢 就是為什麼 就是你買來住好 退休潤好好 還有度假好 或者長期持有好 就是為什麼說 有個學位房那些樓 就容易 就是比較保值一點 那價值是怎樣體現 去到二 就是你買了變二手樓 是不是呢 怎樣體現 體現在哪裡 是有人接手 才有體現的 是嗎 學位房永遠都有人接手 因為就大陸和香港不同的 你在該片區地段 買了樓之後 才有優先讀書權 還有他要中山市本地人 才有優先讀書權 如果你在片區沒有樓的 你是中山人 他小孩不一定有書 所以學位房 這些相對來說 無論炒樓好 或者叫做保值好 或者將來你轉手好 都是比較好的 還有中醫院 剛才他們突出說 整個中山最好配備的醫院 也有西區 中醫院在哪個片區呢 西區有三個片區 一個芙芽片區 一個芙芽片區 一個彩虹片區 一個沙朗片區 一個沙朗片區 沒錯 最高級就是彩虹片區 蔡芽片區 剛剛一陣子再說一句 他就有四五個樓盤圍住 還有那裏有巴士站 那裏的樓是非常高級的 因為醫院 老實說他腿有養老 高端局就永遠 有一個醫院 老實說他 有時沒有醫院 有時會害怕 腳症 如果年齡大了 年輕人體驗不到 老實說他 一個人大了 那個鏡頭會壞 那些稀不稀要呢 即是你 你的救生單 保命符 你沒事沒事 有時會有用的 沒有能力 下一個去到很遠 就是彩虹片區 買了樓 走都走得到 還有那個醫院 就是整個中山最好的醫院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中國大陸的醫療水平 絕對高於香港 中山的醫療水平都高 那間醫院的水平 還有廣州的南方醫院 一個等級的 OK 我講完 都是強調這條配透 是西區的一個大特色 西區廣道配透 大家都會關心商場 西區周邊有什麼商場 Abbie 你介紹一下 天月城 天月城 還有一加一 還有一個可以買一些進口食品 進口用品 那些 麥德龍 那個超市的話 是德國的 不過它就在全世界很出名 還有這個彩虹雙圈 剛才Peter哥說的 那個中醫院 都是在這個彩虹雙圈 這裏 都是屬於彩虹片區的 所以今晚我們 一會兒我們 一會兒都會突出 彩虹片區的房間 因為它分了三個區域的房間 中醫院 又是彩虹片區 彩虹雙圈 又是彩虹片區 麥德龍 又是彩虹片區那裏 還有 剛才我講的 這個一加一 都是彩虹片區那裏 日星食神 食神 這個 都是靠近彩虹片區的 就是好像 打個秘方 我們 平時食開 在幸福會那裏 過去都是幾分鐘左右 我 因為我都四十歲了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在西區運 他們可能都讀幼稚園 沒有錯 我差點這樣 我在那個 1999年 已經經常去西區的 你們幾歲 1999年 你幾歲 1999年 我90 你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女生的年齡是好機會的 不可以隨便 為什麼 1999年 因為我當時已經讀大學 讀大學 讀大學 在那個 石棋 那時候叫孫文大學 後面那張 被丁裡收購了 變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就是這樣 我在那裏讀書 為什麼去那裏 因為之前西區有一個電腦城 叫西區電腦城 我那時 是很出名 現在還有 我那時的電腦 不是西區電腦城買 是一個交通大廈二樓買 買了一部電腦 叫方正電腦 所以我對西區非常了解 還有就是 就是 就是 你說城市變遷 怎樣變 怎樣變都好 就是在一個印象當中 包括現在做地產 整個中山跑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你說 成熟配套 還有就是 那個城市 那個面貌 還有就是 中山最有代表的區域 都我覺得是西區 就是西區是整個中山的中山點 因為交通輸入 就肯定中山點 為什麼交通輸入不在東區呢 那些是行政中山來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不在火具呢 是不是 火具 火具 那些難聽說 其實是碼頭和虛化區 是一塊虛放地 是不是 為什麼又不是說 在那個什麼南區呢 南區經常塞車 大家知道 那些事發部門 還有一些寫字樓 是不是 就是叫做舊區 為什麼不在北區東區呢 不在北區石旗區呢 現在沒有北區 那邊是石旗區 是不是 北區都知道住宅區 是不是 老婆市外的 沙江區那邊 就是你說 講到石旗 真是最有代表 就是西區 還有就是很多香港朋友 就是買樓 首先考慮 比較多考慮 就是如果你說 市區來說 都是西區比較多 真正正西區比較多 比東區多 東區的樓比較貴 這個 暫時這個話題 就是講到這裡 講講的公園 公園 公園 公園的話 就是這個 彩虹六周公園 奇江公園 那些環境都很美的 還有那個體育公園 可以這樣講 其實中山市區的公園 不會說太多 可以說中山市區出名的公園 大家知道的 可能是那個 輕中廣場的奇江公園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們偉人 孫中山站住的 叫孫文公園 還有一個 駁外路上面的 那個 紫馬嶺公園 這些就是大型的 可以說西區過去都很近 西區自己 我覺得西區 怎麼說 可能都是為了回中醫院 中醫院隔離 就有一個叫 濕地公園 中醫院隔離的 濕地公園 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 彩虹片區的一個公園 在西區 這個奇江公園 其實就是 西區和石旗的一個交界處 可以說 其實講到公園 西區 其實都是很方便為主 可以說 配偷都很齊全 或者是這樣 我們直接 分析一下西區哪些樓盤 值得去買 好嗎 彼得哥 我個人覺得 講片區 即是山的片區 不要講誰差 反正來講 如果我們講誰最差 就先肯定得罪 如果有些朋友 買了那邊 就得罪朋友 我們說 平均的樓價 最低的片區 最後那個 即是山的片區 再講最貴的片區 山的片區 我估計 應該是沙朗片區 可能最便宜 是 沙朗 表妹獨讀 有些什麼樓盤 大概什麼價錢 沙朗的話 因為它就是 屬於西區的一個邊緣的一個區域 現在賣的話 這個 時代美慎熱期 有些美貨的不多 之前賣得很火 因為有個學位 現在賣多少錢 現在的話 大概是一萬四千元左右 一個方丈 就等我讀 等我讀 就等我讀 我讀得慢 就有個伊東江山魚 六千八 然後美能家人 美能家人 九千世在特加 八十六萬 反正面積就是 八十九到八十二 中難時光見 那些一萬三千八 精裝的 其實就是山卡拉的 對面是一間工廠的 一位天橋底 經過一輪穿過去的 我看過幾次樓的了 難聽說一句 不是編就是割 不是割就是編 反正就 可能就 個人覺得 美能家人 他這裏有一條輕軌的 有一條輕軌的 美能可能好少少 美能相對好少少 其他就 就是 伊東江山魚 這些都可以 但問題就 很便宜 價錢我可以 無披妨 團購費 對不對 有個團購費 就是講完後髮 在看我的影片 反正我不講些壞事 剛才 就是 我的嘴又難了 就是我想 留下一些米得 你不就難咀 好嗎 OK 就不關人的壞話 現在就是關第二個片區 富華片區 進龍回景灣 萬山 如果是圓萬二 大家 現在講最低價 天明可宜國 萬山 可宜灣 可宜灣 我寫錯了 可宜灣 天明可宜灣 沒什麼貨 天明可宜灣 沒什麼貨 OK 有個電話 中山 天明可宜灣 一會兒 我們繼續 我們讀完 天明可宜灣 天明可宜灣 就沒什麼貨 是無皮的 一線光景 可以灣 那裏 其實景觀是很美的 但唯獨 沒有什麼貨 沒有什麼單位可以選擇 然後 在富華 那裏 還有一個樓盤 叫寶家御峰 寶家御峰 我們拍過的 都是洗黑髮箱 屬於盤 就很小的 接著的黑髮箱 很佛系 很佛系 就是那些價錢 可以說 寶家御峰那裏 賣14000到19000元 但是 好像是無稽房 是嗎 現樓 那裏 那裏是持住 光景房來賣的 隔離 寶家御峰隔離 就緊挨住 博大外灘 博大外灘 其實是賣得不錯的 不過 可能價位 會偏高一點 而且 面積很大 115方 到155方 左右 如果 買西區 買大單位 都是推薦 去回博大外灘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大單位 因為 積數太大 所以 我們最近 引西區的盤 就沒有特意去拍 這個盤還沒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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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遲些拍給大家 對 這個盤還沒拍的 值數大 單價又高 其實 富華片區 現在再賣的樓盤 其實都不多 剛剛我們說到的 五個樓盤 如果其中有對的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網網 說回重頭戲 可以說整個西區 賣得最貴的 因為我們都不是說 好定不好 就不去評判 以價錢來說 說到價錢最貴 就是採用片區 採用片區 現在採用片區 在賣的 基本上四個樓盤為主 四個樓盤 四個樓盤 那我們由便宜 說到貴 最便宜是誰 這個月秀天月灣 它的話 13000到16000元 這四個樓盤中 它是唯一一個 有總價最低的樓盤 它有一個 80科樓盤 總價的話 101萬 不知道現在賣了沒有 反正前一陣子 就有這個單位出來 整個 整個採用片區 總價最低的一個樓盤 那如果港斗那個月秀 天月灣 我補充少少少 如果大家 看中採用片區 它那個配套 就剛剛說到那個 永東巴士 那個中醫院在旁邊 那如果是想買那個片區 手頭上 又不想拿那麼多錢出來 天月灣就可以說 我是首選 但是呢 這裏 剛剛編入過說 可能發展商都在看 但是呢 我們就說回天月灣 都有好有不好 天月灣就可能緊挨住的 那個叫 深茂高鐵 就可能會有點醜 但現在賣的是 靠花園裡面的那棟 草音影響的話呢 就可以不虐 不會太在意 因為它就是賣花園裡面那棟 但是都是這樣 直話直說 如果是介意 臭音的 天月灣 大家就 看一看 始終我買到那個片區 可能片區現在目前最便宜的 就去看看了 那第二個本呢 在價位上 就可以說 跟那個天月灣 大致差不多幾多的 那個華潤人行公園 華潤人行公園四季 那為什麼它說 它的價位差不多呢 因為它二期 它分了兩期的 有一期那頭的話 是燃樓價錢會高些 然後的話呢 二期那邊的話 其樓會遲少少收樓 那邊的話 單價就會低些 一萬二千五左右起的 皮特哥 現在講著 彩虹片區按價錢數 第二便宜的 我們講這 華潤人行四季公園 那 講到 講到那個 什麼彩虹片區呢 就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個人認為 如果各位朋友 粉絲有些如算 去得到盲山 就買一些特價單位 彩虹片區 盲山 盲山有特價單位的 還有就是五天 過來看樓 老實說 如果你說 坦州 看不下 東區也太貴 是不是 或者是 某些 老實說 你送的 就去草人片區買樓 老實說 整個中山來看 看油 多為那個片區 基本上沒有買錯 還有 有大型商場 是不是 還有 有醫院在門口 爭在門口 最大的醫院 第三個問題 就是 他就有巴士 直接回香港 六月份 一個小時 多一點 有些朋友 爲什麽進行買東區 還有賣 火局去發區 因爲 那裏有一個碼頭 搭船回香港 翻尖沙咀 有些朋友 有些老闆 爭人不跟著坐巴士 錯路了幾小時 回市區 爭人頂不熟 所以就 我跟大家講完 的距離 現在坐巴士回來 市區 西區 做比喻 150元 將來縮短一半 估計60元 坐得到 你送我 明東巴士當然做得 多少錢 五一期間 是60元 大人60元 小朋友20元 你聽他説 爲什麽60元 因爲他們的老闆 有前戰勝 因爲將來這條路線 不是走虎門 不是走東莞 再到新鎮 前戰勝 是之後走馬安島 所以來説 前戰勝 測試一下 那60元 是怎樣 多不多人搭 明白 這些做生意 前戰勝 我也有前戰勝 我感覺到將來60元 回來 大家都不用坐金包 130元 老闆 給他拘捕 先給他拘捕 先給他拘捕 不給他拘捕 我不趕著 即將來 這些東西 就是生活體驗 大家都限制 還有有些退休金 即我們中國大陸 這些就是1000-2000元 每個月發給你 就好像給黑衣 但你們香港比較好戲 發一百幾十萬 一百幾十萬 給你 你撕到腦 一直撕下去 所以來説 限制多少 政府對你們信任 但我們政府 我不要說他很陰 反正就是 我不要說他很陰 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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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元 難聽說 你掛了就不給你了 包賺 那些 反正那些 欣欣抵 大家不傻 照我都看得出 你背後的動機 反正就是大家都不傻 反正來説 香港政府真的對大家太好了 所以來説 我都幫大家想 怎麼省錢 但市區 可能都真的 將來 下雨28日後 你們打車回來幾十元 就收了一百元 覺得收貴了 應該是七十元 左右應該就行了 還有一個年到 他還說實際問題 一虎門大學經常失車的 到時不走 馬安島過來 不失車 回到來直接走 那個保外路 是不是 搞定了 他還說 剛剛講了一個話 就是用24個公園 這條盤 就是買二期期樓 一年才夠多樓 一期就延樓 但是貴一千年兩千元 貴兩千元 貴兩千元 反正 大家先說清楚 反正和幸福會四期 如果 你剛剛講的四條盤 如果有能力 一踩就馬上去買 樽綏雄 最貴的那裏 最貴那裏 就是一句話說 貴就是好 好就是貴 價值在那裏 整個騙區最大的樓盤 沒錯 沒錯 這個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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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桑拿 特花 美容院 麥當勞 肯德基 必勝客 健身房 健身房 有三四個 電影院 商場都有 好 小區會所都兩個 明白嗎 不要拿那麼多東西 就買那裏 即是如果 大家送我 成熟最配到最好 還有將來前列 我這裏講 我覺得有代表性 你送我 如果市區的朋友 將來會買 即是香港市區 港島區的人 就買市區的人更加多 已經多於將來 多於買坦州 買火具 為什麼 反正來說 我回來一個小時 我去馬安都 即是你說 坦州不方便 他們是搭車 搭到機場 一個小時 即是再搭 金巴過來 又一個45分鐘 即是再轉過來 等於兩個小時 回來坦州 當然肯定買市區近 剛剛先 給他拉我 給他拉我 即是 老實實實 即是 即是 我都和一些 看樓的朋友 大家交流 即是 以數據 以數據 大家溝通 所以來說 如果大家買樓 不知買什麼 就不要多說 就是去西區 西區 看四個盤 看門直接落地 他們那些 附華區 煞浪區 那些媒體 真的媒體 你送我 對嗎 我們公司 我拿了兩個代表 為代表 找他們看樓 就可以了 如果覺得他們服務 有些懷疑 可以找找我 明白嗎 但他們是專業的 開玩笑而已 還有 跟他們公司看樓 反正乳鴿開路 是不是 還有 如果看西區的客戶 就帶他們去沙蘭 吃個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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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這裏 我 講講 因為很多客戶 他們不一定喜歡吃肉 因為我們是願意 是那個乳鴿開路 但是 可能 那些客戶朋友 粉絲朋友 他就 不知是太客氣 反正他就說 不用吃那麼多肉 我們吃些 平時吃不到的那些 然後我就帶了去 OK 不要吃肉 OK 那你自己安排 反正我的頻道 我的粉絲 就是比較實在一點 就是那些七情目肉 那些全部 一定要拿出來探討 明白 那些清淡 那些清真 我們大家不交流 就是我碰不到 那些思維層次 就是叫做修生那種客戶 和我交流那些 全部都聊那些 就是不知為何 明白 就是你們上班 比較壓力大 那用不著看這個節目 就這樣壓力 我都不太明白 是不是 就是大家私調 私調虛偽的這層題 是不是 就是 歸回受性的交流 是不是 最舒服 我反正法律 法律之上 交流那些任務 龍骨 大家聊天 要直通一點 吃素的 說清楚 再點多幾個菜 是不是 炒青瓜 炒菜心 炒辣椒 炒蒜 炒蒜頭 是不是 吃素的 都可以安排八個菜以上 不是說 節省成本 只要是 粉絲朋友需要些什麼 我們就提供些什麼 對 乳鴿開爐 乳鴿開爐 可以大膽地跟我們 說出你的心聲 你想試什麼 當地美食 我們 還有西區 你自己有什麼 西區 西區 你自己是什麼 哪方面 鴿骨 先說 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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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還有我們 還沒有知道的 多方面 十二公里 不說 說吧 不說 現在他們還沒送WhatsApp 現在他們還沒送問他們 明白 不說 即是不可以老闆說話 不可以 反正就是西區 大家來 那我明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家來的 OK 等一下 講完這些 有什麼話說呢 是 我家賓來的 還有這些就是看樓 五一期間 如果是看樓 記住 帶兩萬元 訂金過來 跟我亂號 給他看樓 反正就是我家賓來的 公共說話 因為很方便 還有這些就是 這陣子我吃東西 因為這裡 被牙液叫酸了 再過 他為什麼會做得到外面做得到 他怎樣 把刀子打到旁 拿著這刀子 他用刀子 找這個支撐點 然後叫 叫 叫了幾個小時 到這裡 所以這裏是那個 煮了 煮了 就是吃東西 我第一天 第二天煮了之後 這裏 這裏損了 我叫澳母吃飯 晚上七八點鐘 叫小朋友買點飯給我吃 就是契弟買什麼給我吃 買個漢堡包 我的獎章不能開 他還買個漢堡包給我這麼大的 大哥 買個雙柴豪的芝士給你 還要是雙層的 然後我說 我說都真是親兄弟 最艱難的時候 就是蒸最大份的李木碑 最近吃東西 就是可以吃的送用卡之女 明白 之後他的嘴巴 送用卡的東西 擦送用卡一坐下去 而且通常說話 皮笑又不笑 然後拍片 連續幾次流血的 拍片一開身一抹 嘴巴就流血了 看得到又流血了 看得到很快 沒有辦法 是延伸的階段 還有看牙醫 大家看得到大型一點 不要處理 就是付貧沒用的 我不是省錢 都給了一千五元 他說收一千 我做了兩個多小時 最後給他500元 我說 終於搞定了 給你500元 我希望快點給我走 明白嗎 拔了兩個多小時 對天發誠 真的是兩個多小時 我那次為甚麼 拔了牙拔到這樣 那些人說 那些向下話 那些大堆 嘲嘲嘲嘲嘲嘲 又粗魯了 那些小人 他反正就 讚 他拔了我的牙 他兩個醫生 兩個懶 整個豬肉 這樣 Give me five Yeah 拔牙拔到這樣 結果 終於搞定了 老實說 你有否感受 這個拔牙拔到面前 很順暴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 他有沒有醫師證 沒有看 衝進去 我之前拔牙 現在20分鐘搞定 怎麼知道拔那麼久 拔了兩隻隻 拔到這樣 真的拔到很害怕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拆了線 就算了 還有西區 跟大家說 你買了西區 如果有車的 你就去石旗區 去東區 去其他鎮區 去沙溪 沙溪 民眾 小腩 那些都很方便 去東星 吃翠玉環 去黃埔買樂船 對嗎 去小腩 吃些靈如球 反正就是中山很多東西吃 還有就是大家 中山人和香港人 的飲食文化是一樣的 還有就是 大家交流 雖然會有些些 純得口音的問題 大家交流 你不出聲 我都以為你本地人 真的感覺不到 還有我們中山人 從來從來沒有湯人的 就是怎麼是湯人 就是水魚 不會湯水魚 不會的 吃東西 湯水魚 那些沒有的 從來沒有的 因為老實說 我們本地人 你看做粵菜的人 就是有些本身的 還有大家吃東西 你去的本地人 那些飯店 基本上就沒有可能 做一些叉野 微精 或者叫做一些地溝油 就是這樣 反正就說清楚 所以說中山 可能香港人 比較多 過來移居 定居 還有說實在 真正正正 本土的珠海人 其實不是很多 只有幾十萬人 說實在 一珠海 一個澳洲 也是城市 而且餐飲 都是外地的 餐飲為主 但是我們中山 我們中山本地人 不少 說實在 多於珠海 可能多三倍 城區用多些 城區用多些 其他人不出來做事 不出來打工 本地人 就是那些本地朋友 基本上 在石器飲飲食吃 就是窮一窮 不出去做事 反正實在做做事 還有就是 因為你們的收入高 就回來 退休遠路 老實說 你不用擔心 用很多錢 什麼錢 多少錢 你最大的風險 就是去澳門 剛剛才 你的錢怎麼用得了 這裡的澳門很方便 吃東西 老實說 你買幾十塊 你整個雪櫃都收拾了 還有遲些出個節目 就是在中山 如果在大灣區中山生活 多少錢 多少錢生活 是不是有什麼模式 多少檔 就是一個更的節目 跟大家了解一下 怎樣生存 就是主要是 給一些生活成本 還有買信 當然 還有西區 說實在 如果你說 在西區 住下去 你說OK 就帶到朋友 來跟他們成交 還有我們跟他們成交 怎樣都好 我們會有回贈給大家 是不是 還有看樓 就看 有些朋友看不下 就一定要去市區 因為將來市區 的潛力非常大的 就是這裡說 我也代表對 特別市區的朋友 市區應該就 在香港港島區 你應該就買市區 對嗎 新章通道 對你仇為那些遍開 就不是坦州 說實話 坦州是輕度遠一點點 明白 明白 那我就說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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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裡就 多謝Peter哥 賣力演出 畢竟 畢竟 出血都在這裡 跟我們 講返這個 其實 都是可以說 西區是值得大家 去看看去買 就算你買來 當作是退休養樓的 以後賣出去 有學區保值 就隨時可以賣出去 出手很容易 如果你說買其他鎮區 就可能賣的 就不會這麼快 尤其是坦州三鄉這邊 就可能買了 就長時間在這裡住了 OK 那我們就差不多了 那這期節目就這裡 到這裡為止 就沒事了 有空找我們買樓 買樓 看也可以 沒所謂 那就差不多了 拜拜 OK 拜拜 拜拜